Hi, my name is Kai Wan 首先呢 我们先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还有大家历年来的支持 那我们走到今天 我们才有机会开箱今天的这一个产品 那今天这一个产品叫做 Cconic C800 这个是我们的神奇的光谱仪啊 这有够贵 这是在几年前可能连想都不用想的一个东西 这个一个光谱仪比你一盏摄影灯还要贵 那现在我已经买了够多摄影灯的 各种不同品牌的都有 那才有这个需求 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跟他们分享一下 这个C800光谱仪到底怎么用嘞 然后用起来怎么样嘞 然后还有优缺点嘞 OK我们盒子里面有附给你一些说明书跟保证卡 还附给你一个挂在脖子上的吊绳 你就可以把光谱仪挂在脖子上 那接着就是我们的软壳收纳袋的部分 那我们的拉链品牌是YKK拉链 所以是高品质流畅滑顺的拉链啦 那后面这个收纳袋有附给你一个 可以挂在你的腰带啊 或者是摄影包扩充的部分 让你不会 这个测光表就塞到你的摄影带里 占了很多空间 你可以直接挂在摄影包外面 还蛮棒的 接着就是我们的光谱仪本体啦 哇 哇哦 好那我们就快速开箱完成啦 然后我们会合在这里面所有的东西 那我们就接着就把电池装上去 来看看我们的光谱仪到底 怎么样呢 哇哦 开机了 那我们在开始使用前呢 我们先来贴一下保护贴 这个塑胶膜我想要把它撕掉 但是我又怕我把这个萤幕刮上 我们就直接来贴个保护贴啦 好啦我们保护贴就这样贴好了 那接着我们就来使用看看我们的C800啦 那第一个步骤当然就是要对黑了 就是我们要先让我们上面这个准确的光谱仪 知道黑色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CAL就是把我们的感应器整个封黑 让它挡住所有的光线 让它知道黑色是什么 那我们就直接按YES 让它来校正一下 那我们待会测量的才会是准确的光谱 好啦那我们对黑对好了 我们就直接来测试一下我们的光线部分 那我们先来从我们的主光最大这一盏 就是我面前这一盏来先测测看到底 到底光线品质怎么样啦 那我们看到现在测出来是5326K 就是色温值的部分 那CC这个是 好啦那我猜这个CC应该是它叫你校正回来 需要用多少的绿色或者是多少的阳红 所以现在是Magenta 0.2 所以就是它是偏向绿色的 看起来是这样 所以我们刚刚的主灯是0.8G 就是它偏向阳红 需要用0.8的绿色来校正回来 OK 看来有点进入状况了 3632K 然后CC 哇塞这个竟然比我的摄影灯还要准确 这个是CC色偏只有0.2Magenta 漂亮我的1200D 绿色阳红色偏是完全没有的 0.0 太漂亮了 那它的色温现在是5300K 看起来是稍微黄了一些些 后面这一盏300D其实也满准的 它加了Fernel 之后 它的绿色阳红色偏只有0.1G 所以它偏向阳红0.1而已 那色温也是5300多K 也是偏黄 看来我的灯都偏黄吧 所以刚刚这样子一盏一盏灯测试的话 然后我们顶多只能知道 这个显色品质不错 然后它的色温大概是多少 就这样子而已 那但是你在拍片现场的时候 你可能有超多超多的光源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去混合 使用你的光源 这个时候 这个C800就超好用 假设我们现在没有C800 我现在有一个主灯过来 我想要来用一个补光灯补这边 就假设我拿着一个小小的口袋灯来补 我想要补这边让我们的阴影亮一点点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输入我们的数值呢 好 我们这一盏是5600K 可能观望写5600K 这盏补光灯也射到了5600K 然后绿色阳红调整射成0 那我们来放到我们的阴影处看看 我们看看 哇 结果好像这边的颜色跟这边的颜色 有一点点落差 乍看看起来很像 但是有一点落差 那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呢 我们用光谱仪就可以给大家看到 我们到底两盏灯差距多少 所以主灯5300K 那我们这一盏小灯呢 测量出来是5600K 0.2A 那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想要以主灯这个颜色为主的话 我们就要来色彩匹配啦 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把这一盏灯 调得跟这一盏灯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用我们的光谱仪 然后来对好了我们的主灯 跟我们的小小口袋灯的颜色 我们现在的两盏灯的误差只有 大概5K 3K 就是几乎没有色温的变化 然后我们的色偏绿色洋红的调整 也是跟我们的主灯一模一样是 零零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我们旁边呢 看起来就是这两盏灯 看起来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吧 就不会有像刚刚的好像 诶 某一边颜色有点不太一样的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口袋灯的设定是5300K 然后我们的绿色洋红调整是 -0.5 的调整 所以呢 你在每一盏灯都不一样状况 然后每一盏灯不同品牌的灯 然后你要来混合打出一个完美的光线 这非常非常困难你其实用肉眼看 你只能大概看色温啊 看起来有点黄 那就变蓝一点啊 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如果你要更准确的 像是我们有像RGB 的灯 有绿色洋红的调整 其实很容易你用肉眼看就把它调错了 或者是调到误差稍微有点大 拍摄现场可能没有发现 但是我们到后置的时候 我自己在后置的时候调光 我就会发现哇塞 因为我在打什么垃圾灯啊 就是有遇到这种状况啊 那用光谱仪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你看主灯 然后我们要勾哪里 我们要什么灯都可以来完美 吻合这一盏灯的光线颜色 这样是不是很棒啊 就完全没有这些问题了 这样工作效率肯定会高很多很多 我们就现在来另外一盏灯 然后我们就直接来快速的 一样色彩匹配到我们这一盏主灯的颜色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拿光谱仪就直接 呼 我们色彩匹配好了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颜色到底 有没有跟我们的那一盏灯差不多呢 哇 应该是差不多的啦 就是 你看 完美的色彩匹配 我们现在这一盏灯上面的数值是4800K 然后下面的GM绿色洋红调整是-2 所以其实误差都还蛮大 这些不同品牌的 不同的灯光的品质 不同的颜色混合的方式 其实差距都非常非常大 那它的准确程度 每一间的品牌也都没有一个 共通就是有人准有人不准 有人觉得这样是对的 那样又是对的 所以变成乱七八糟 那我们如果用肉眼真的是看不太出来 用光谱仪效率高很多 真的是高很多啊 那除了我们刚刚的白光的匹配 其实也可以用彩色的光来匹配啦 像是我们现在片场 各种的RGB WW RGB AC RGB A 什么什么鬼的 各种混合光线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的 色相 360度是 就是360度 但是大家的360度都有点不太一样 这一盏灯的色相50 跟这一盏灯的色相50 肯定也不一样 那我们这一盏灯的饱和度100 跟这一盏的饱和度100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色彩匹配呢 也是一样 就是用我们的C800啦 现在我 假设我喜欢这个颜色 这现在是25度的HUE 然后饱和度50 这个黄色 黄黄橘橘的颜色 那如果我想要用这一盏灯呢 也用同样的色相 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方式就一样 我们色相也设成25 然后我们饱和度也设成50 那但是我们这两盏灯照出来就是差距很多 你看 这是第一盏灯 然后我们这是第二盏灯 差距还蛮搭的 这一盏灯看起来更橘更黄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光谱仪 然后你在拍片现场 现在这两盏灯 你想要用一样的颜色怎么办呢 你就只能说 看起来饱和度不够 那我们就增加一点饱和度 看起来有点太黄了 然后我们想要让它变更橘一点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再调一点色相这样子 就是一个没有逻辑 然后就用眼睛在那里 你看颜色好像差不多的这种概念 但我们如果现在有光谱仪 我们就直接来匹配啦 好 匹配完成 然后我们现在的 这一盏上面的数值是 色相17 饱和度68 但是我们现在照出来的颜色 应该就会跟我们的口袋灯是 一模一样的状态 应该是误差不会很多啦 你看 口袋灯 你看 颜色就一模一样啦 好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我们这个光谱仪上面的外观的部分 那上面这颗球的部分是白色 它是一个测量180度平面的 所有光线混合的组合 所以假设我们现在没有 瞄准任何光线 然后我们这样按一下 我们就是测量上面的光 下面的光 所有的光混合起来的颜色 所以我们这样测出来是4500K 所以就是这里的光 那里的光 所有的光混起来 4500K 那你如果就是要非常准确的 像是比较其他的 Cicarnic 的测光表 他们有那种可以瞄准 非常点测光的 那这一款是没有办法办到这件事情的 那就是 你要测 那你如果就是要这一盏灯 那你就要拿很靠近 然后避免所有其他的光线照到它 这样子 那光谱仪上面这个感应器 是可以这样旋转的 那你就可以像是这样子 可以直接测量看到数字 然后我刚刚还在那里智障 然后这样子用萤幕面对的我的光 那旁边的电源键 然后还有一个记忆的键 就是你可以来储存 好像100组的数值吧 然后你可以就 随时叫出来 或者是来看看到底 颜色到底怎么样之类的 那右边这边就是我们的测量按钮啦 你可以短按就是测一次数值 或者是长按的话 你就可以持续的测数值 但是它是电阻式的触控萤幕 就是你要用比较硬的 像是触控笔啊 或者是指甲去按它才可以使用 而不是电容 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 像滑手机一样 轻轻松松的多点触控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那我猜为什么他们会用这种电容式 而不是电阻式触控萤幕 因为我猜应该就是省电吧 因为这两颗AA电池就插进来 那如果用电容 可能我们不需要这么灵敏 然后我们每一个按键也就是按一次按一次 也不会有什么放大缩小的这些功能 那下方这里就是我们的首页键 就按一下就是首页 那或者是我们长按就可以来锁定我们的测光表 光谱仪啦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持续测量数值 而不会去盖到上面的 或不想要碰到的设定之类的 那下方的机口有两个 一个是超级古老的mini USB 就是你可以用USB 把我们刚刚储存的100个组合全部传到电脑 这样子我们可以做记录或是做灯光的管理 像是出租店可能有100盏这盏灯 那我们每一盏灯状况怎么样 它可以做详细记录 哪一盏灯颜色色偏太多 该太换了就可以比较好去管理啦 那下面还有一个闪光灯的PC接孔就 闪光灯可以直接用这个触发 然后来看看我们闪光灯品质怎么样 后方有一个1 4 的孔位 这就是可以让你在固定距离吧 就是你如果有很多盏灯要测 然后你要固定距离1公尺 那我们就可以保持一样的距离 一直做同样的测量 后面电池的部分是使用两个AA电池 那我刚刚看到一个还蛮酷的设计 就是它这两个AA电池是一样方向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正常的电器不是就是一个正一个反吗 这个两个竟然是同样方向的 那有这个光谱仪除了我自己在拍摄现场更有效率 与更准确的控制光线之外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像是有CRI TLCI 的这些数值 让大家可以知道我们的光线品质怎么样 所以我们之后如果有买新的摄影灯 或是厂商有给我新的摄影灯 我们就可以来测试说 像是这一盏灯 还不错 RA 97 CRI 97 这样子 那这一盏灯很烂 它只有八十几之类的这种数值 我们可以在做评测分享的时候更加准确 然后更有科学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光线的部分 那接着我们就一个一个功能点进去 然后让大家看看我们到底这些功能是在干什么 那第一个是Tax 每一个选项像是都可以来调整 像是误差值啊 我们要调整多少的CC啊 LB 就是我们的调整要怎么样调整啊 Lux, Footkindle, RFRG, SSI 的不同选项 像有Tongstein 跟Daylight TLCI, TOMF, XY 轴 我们的 XY 轴 应该是 CIE 1931 吧 然后的 XY 轴 然后 Hue 跟 Saturation 还有下一页 就是RA CRI 的那些 每一个棒棒的数值 我们都可以单独把它拉出来做选择 像是我们刚刚选 CCT 那我如果不要 CCT 我想要 TLCI 之类的 那我们就可以让它 简单的让它跑到这边 等一下我们可以每一个选项都可以调成一样 哇 乱搞一通 应该全部都 CCT 耶 你看所以我们就是很自由可以去随意做调整 我们想要怎么样让它变怎么样 都可以怎么样 就没有任何限制 我觉得这超棒的 稍微看懂一点点 这个应该叫做 CC 然后这个是 Color Filter 然后这个是 CC 跟 Light Filter 就是我们如果要 灯光的绿色片像是 Li Filter Rosco 就是 LF 就是 Light Filter 那你如果要用相机的绿色片 然后去做校正的话 那这里是 应该就要选 Color Filter Camera Filter 就是相机的绿色片 我猜翻译是这样子的 那在每一个模式里面的左上角都可以来选择说 我们要环境光模式 就持续光模式 或者是我们的闪光灯 Cordless 就是无线的闪光灯模式 就是只要闪一下 我们就可以去测量那个瞬间的那一秒钟 那瞬间到底光线品质怎么样 那你也可以使用有线的 PC 接孔 就是下面这个 PC 接孔 来触发闪光灯 然后来测量我们的闪光灯 到底颜色怎么样 每一个页面的右上角都可以来挑选不同的页面 那就是等于返回首页的意思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这里还要设一个首页键在这边 因为连我们的设定也只要按 Cancel 就可以返回首页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要浪费一个空间 有一个下巴 让你有一个首页键 可能是 iPhone 模仿 iPhone 的旧的设计吗 我也不知道 就一个浪费空间的概念 那你长按可以锁定整个设定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 如果把它省下这个下巴 然后把这个锁定键 可能放到其他地方 像是 Walkman 可能有一个滑杆还是干嘛的 可能会比较好 那每一个页面的左下角 都有一个直角 三角形的图示 那我们按下去就可以以目前这个光线 为基准 然后来测量 另外一个光线的误差值是多少 所以像刚刚 跟现在这个环境的光线 误差了1000多K 然后我们的色偏 偏移了多少 然后我们的颜色到底偏移了多少 每一个页面的右下角 这里有一个板手 它其实不是设定 它是来调整我们记忆功能的一些 像是记忆功能的名字啊 你可以设定那一盏灯的名字叫什么啊 然后如果你有很多很多的记忆 好我们现在有记忆了 那我们就可以来调整说我们到底要叫回哪一个记忆 要reload recall 然后或者是把它删掉之类的 那这光谱仪下面还有一些相机的设定 像是这里有一个filter 它就可以告诉你 现在的光线 我们要加上什么样的绿色片 什么样的滤镜 然后才可以符合完美的白平衡 那像是我们如果拍底片相机在户外 或是黄昏 或是什么时候室内的奇怪光线 我们要使用什么样的滤镜 才可以把色彩矫正回来 那这里有像是科达啊 富士啊 leaf filter 的滤镜色温调整片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叫什么 反正就是套在你镜头上面的滤镜调整片 让你的底片相机拍出来的 白平衡才是正确的 才不会用一个奇怪的颜色 然后拍出一个很奇怪的发色这样子 这里还有一个相机的调整 就是白平衡的调整 那这里就可以告诉你 我们现在这个光线白平衡 你可能要把我们的色相跟色温的偏移 往这个是什么超级蓝去调整 才可以符合我们现在的目标5600K的色温 那这个就比较偏向是数位相机使用 就是我们尽可能到正中间 就是我们目标5600K的白点部分 那数位相机就是绿色跟阳红去调整那个Tint 然后蓝色跟黄色就是我们色温的部分 那就是调一调就是尽可能到正中间 如果你拍摄像是8bit的档案 你后期空间没有办法调这么多 那这个色温的这个调整就比较重要 那这里就也有这个设定可以让你看看 到底要怎么样调整 那其他的设定就是都是在调整灯光的部分 就是我们随便进去一个功能 然后来测一下我们的光 我们就可以跳出去 像是我们目前是文字的方式呈现 那我们就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像是我现在想要看Spectrum 它的光谱到底长怎么样 就可以直接不用再测一次的 我们可以轻松的切换说 我们看到到底每一种的呈现方式给你看 那这个Multi-Light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就是我们可以一次有ABCD四盏灯 然后我们可以来做比较 像是我们现在A灯就按A 然后我们就来测量一下我们的这一盏灯 好那它就是A灯了 那我们就关掉储存 那如果我们要用B灯 我们可以不是只用持续灯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用这个闪光灯 哇你看像这样闪光灯 然后Cordless就是无线的闪光灯 哇这样子就可以测出来 所以现在是6693K 就比较蓝的光线啦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轻松的去做比较说 我们现在这一盏是5300K 这一盏是6693K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要调整这一盏灯 让它变蓝吗 还是这一盏灯变黄吗 就是可以这样子轻松的去做色彩匹配 哇这真的是超赞 好看来我们这边的亮度呢 我们是可以把它调成比较亮一点点 我们刚刚是Normal看起来有点暗 我有一点紧张说会不会太暗 然后在拍片现场根本看不到我们这个萤幕到底显示什么 但还好这边有一个Bright 我们就可以让它变得更亮 设定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色相跟饱和度的色彩空间 那我们可以调整说我们到底要用哪一个色彩空间 我通常都用HSI啦 那我们的白点呢我们也可以来做调整 像是我们到就是零饱和度的时候 我们到底白点是在哪里 每一盏灯可能都不太一样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做稍微的调整啦 通常应该都是D65啦 就是我们的正常的D65 萤幕的标准白点 那使用一阵子之后我希望我可以许几个愿望 那希望原厂可以改善这些东西 像是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就按下去没有任何的回馈 其实我们就要一直看着萤幕等到它出现为止 像比较暗的环境光它测量的时间就比较久 你就要在那里按下去 然后可能你拿开了才发现它还在测量这种问题 那比较强的光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它测量就会快一些 但是没有任何的回馈 像是震动啊 就按下去没有震动 或者是有一个B的声音也好 就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们这样测就只能 诶 好吧等久一点 然后再来看 这样子 所以身为摄影师然后影像创作者 那你不管是动态平面摄影师 或者是甚至就是灯光师 这个测光表 光谱仪真的是超级好用 我们其实摄影师就是在控制光嘛 有光才有影 那我们的所有的光谱到底怎么样 我们的光线到底品质怎么样 它的颜色到底怎么样 我们其实肉眼这样子看 其实很难看出来它到底怎么样 但是这里有一个科学的方式 让你看到这些精准的数值 哇我们的光谱到底怎么样 我们可以更知道我们的光线 然后还有我们的相机 到底可以捕捉哪些东西 这些都是有光谱仪我们才知道的 哇塞这真的是 嗯 也算是大开眼界啦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C800 光谱仪的开箱分享测试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 按个赞 订阅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